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查一下机制 大家记得七年前左右实施的 刚刚我上网看过来 就是因为去年它又有些修订的 所以我们做些培训 就更新一下有什么新的情况 这个呢 原本的计划也是这样 就是说小孩子 或者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 如果那些人从事工作上接触到两类人的话 就可以做这个查核 但是如果它是属于一个罪犯自身条例底下 所谓以失事效的案底 那就查不到的 所谓以失事效呢 就是说它只有一个案底 它三年内都没有再 就是三年内你问它 它都要回答你的 过了三年了 这件事 而那个案底呢 是被判 如果罚款 就超过一晚 如果是坐牢 就超过三个月 那这个呢 就什么时候它都要说的了 是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轻微的罪行 那个刑罰没有超过刚才那个上限的话呢 去报你那间学校的员工 跟着它做了性罪行的那一刻呢 它都是过关的 打完去 都是说没有 这样的 是的 那另外这个行政机制呢 因为呢它是自愿性质的 那所以呢 就虽然在我们教育界 尤其是资助学校呢 基本上呢 就没有哪家人做 因为教育过去强烈建议做 但是我们这些资助学校 比起很多很多补习者 很多私人机构 很多社福机构 很多其他 是不是受政府资助的一些 那很多人没有做的 就是调查显示 很多人没有做的 是的 那很多人有做当中 也都有调查显示 六成以上的人 觉得没什么用 因为没得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计划 它说是一个自愿性质 它有不同的 不足的地方 你法例就会 即是强制性就会有不同的 但是很多人觉得 那比没有好 就是保障都多一点 我们都不是求完美 所以呢 就叫做顶着先 是的 还有这个就是 如果没有这些性罪行 就不会给张子 你说你没有这些性罪行 那因为我们 一直 香港的制度都是这样的 是的 就不会说你没有案底 就不会给你一张 不会给你一个良民证 不会给你 是的 好了 那就 刚才说工作 就不包括这个 私人补习导师或者义工 那你们学校呢 就都有不少的义工 那你又怎么知道那些义工 是有没有这些的罪行呢 有时你找人帮忙 但是你也有 即是适当的监察 是的 微睁眼期 看到有某些家长 很多口 都会说某些东西 那你要有某些机制 去筛选了下次 不用去帮忙 是的 好了 那这里呢 是刚才说的工作 就要说日常工作 是跟这些小孩有关的 所谓日常工作呢 就是他 经常或一定期 跟这些小孩有接触 是的 那 他这里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学校一般的职员 清洁工人 校巴司机 儿童活动助理 等等这些 那还有 合约续期雇员 外判服务机构 派去你那里的雇员 都要做 那你们学校都很多 教打鼓啊 教跳舞啊 教不同的东西 都会请这些人来的 那他说这些都可以做 那另外呢 就是合约续期雇员 那这个呢 就是 怎样理解呢 啊 我们呢 如果是计知我质例的话 很多童工呢 叫做长约的 但是又会两年一次被我签 有些是一年年被我签 那我都是合约的续期雇员 那我现在学校 我现在学校都要做 是的 那这里呢 就会打个问号 但是当然你知道 有个高汗余案呢 就是说 嘿 都是长工来的了 那这样 所以技术上 可能你每年 或者每两年要签 但是 是长工应该不用了吧 那 看到那里呢 可能有些学校就觉得 哎 不如做了 那这样 那准雇员呢 就相当可能 会获得 那个机构聘请的 才要那样做 就是到最后一回合了 那如果呢 是 有 这个性罪行的 可能那个人自己都忘记了 总之他申请了 是有这样的人的 那这样 那接着又怎样呢 那其实 譬如有些学校 就说 哇 你有这个记录 我当然是不请你 有些会是这样的 但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可能那件事 隔了很多年 又或者你信他 那件事都是无辜辜辜辜 或者你信他改过自身 等等 你也有机会 请他 但是呢 当他去过查日计划 而警察查到 咦 他有这个记录 警察就会约他见 是的 你是不是真的要申请呢 好了 他说是 申请 那他呢 就会去 继续 进行了 那个程序 那你打电话 去的时候呢 那人呢 就是那把声 就会说 有这样的了 那有的时候呢 那个僱主呢 就可以问那员工 那你有什么性罪行的案底呢 那他可以不回答你 对不对 那你可以不请他 那他回答你的话呢 那你就会考虑了 考虑了处境 究竟 就是会不会 请他了 那这个呢 就看看校董会 怎样判断了 那如果被人拘捕的话呢 就是 他就不会处理到的 譬如你请个人 那 就只要动作啦 就是说 喂 那你去申请这个计划 他给不了你 因为他被人拘捕 那你敢请他也可以的 因为未定罪呢 都是假设他是清白的 对不对 但问题呢 当然很多的学校 都是不敢博 对不对 18个月有效 以前是12个月的 那18个月可以无限次去听 那一定要预约的 跟着呢 就要亲自去警察总部 那还要105元 现在减了一些 之前还要115元 那还要给子民 很多人都担心私隱的问题 逐的呢 就是70元 也次数不限 如果他一直都做不到长工的话 一直要找学校呢 那其实他一直都不断要逐住了 免得他重新再申请过 那这里呢 雇主虽知道呢 就说经常接触到小孩的呢 就 你就可以给个雇主证明书 他说我打算请他 那你见到 因为这个不是法律的计划 是一个行政的 之前呢 就说是经常和定期接触 现在呢 他就说经常接触 定期呢 就是门槛低一点 都可以申请的 是的 经常又高一点的 所以呢 我就发现这个 守则呢 其实很多这类的东西呢 你看不同部分 我们不会整份 那么神似的 老实说 未必有这么好的 可能一间校友 一个人会这么做的 是的 但是当我们平时 看看这边看那边呢 有时呢 其实他的标准啊 用语呢 你的理解会不同的 就刚才说 最后阶段 才发出这些证明书 如果濫用这个机制的话呢 就会负上法律责任 是的 是的 我们有个私隐条例 讲这件事呢 最大的关注呢 就是私隐 他这个Q&A呢 就是说 这个不包括 无间断 重申续约的现职员工 我刚才说的 那个资助责例那件事呢 因为我当然会看完 这些Q&A 他发觉 咦 后面讲的话 跟之前有点不同 前面我还要想一下 哎呀 我可以说资助责例 其实是长工 就算是续约 要每年每两年签的那些 其实都可以不用做 但是Q&A 这些事情清楚一点了 无间断重申续约的现职员工 是不包括 即是不用他们拿的 起码现在计划 去到这一刻 都还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就说 现职全部都做完 但是因为人手啊 资源啊 其实是很多的 所以就暂时 未去到这个阶段了 那外判的员工 这叫做什么呢 外判的员工呢 就是说 他就要求那个外判公司 比如你 现在如多服务公司 一条龙 我提供打鼓 唱歌什么什么的给你 你要找什么呢 我就找给你的了 那他找一群导师给你 那你那群导师 有没有性罪行的案底呢 那 那 因为那个公司 才是这群导师的僱主 那他就帮你做 他做完之后 他就告诉你 有没有 那这里 这个手则呢 就说那间公司 就会把查核结果 就会书面的交给你的了 是的 但是你记得 这个手则的大原则 其中一件事 就不会书面写下 说你有没有那些 但是这里呢 就只要那个不是你员工 他就会传给你 其实这个个人资料 你一旦有一个资料库 就说某某人有这案底 或者没有这案底 其实呢 都是一个很测试很麻烦的一件事 是的 好了 有些人呢 譬如短期维修的工人 送货员 这个公开讲座演讲者 表演嘉宾 他就不建议你查核的 但是你学校坚持呢 那都可以做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的机制 那你就想起 人家要做的那些 其实也有很多麻烦 或者是 是很 很 是的 很不开心也不行 因为有些 有些人对私隱的理解 哇 你又搜集了我的子毛 那你会怎样用呢 要保持多久呢 等等那些问题 是的 那 那怀疑洩漏的资料是怎样呢 那 要重新确认 那你要再做手续 就是你怀疑 哦 你给了某固主 那些人找工作呢 会到处找到 到处找到 如果有个不生性的 跟着 怎样洩露了给你知道的 那你又要去警察 再做过呢 那就很烦了 不过他就没有提 其实你可以投诉 你可以私隱的专业都可以投诉的 那 如果你打电话去 大家都知道 就答没有 答有 有个记录 如果有记录 你可以问他 他愿意的 可以给你这个案底 接着你就可以判断 究竟是否请他 也有些说 已经取消了个户口 就是他过了18月 但又没有续期 那就没有了 是的 那就是他再重新申请 或者跟职员联络 就是你打到办事处 跟他联络的 就是刚才那些特别的个案了 那你听过之后 那你觉得 需要进一步了解 找回那个 申请的份工的人 去了解一下 是的 那 就 只有第一项 但没有呢 才是确定到 他没有性罪行的 其他那些都是 肯定有 其他那些都不肯定 是不是有的 这个呢 就是那个 我要说的 就 非常之多的资料 不知道大家一时间 能否吸收得到 那希望透过跟着的 答案环节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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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人 是这样的 都不肯定 就是这样 那些人 都不肯定 有什么东西